你父亲 我在想 你父亲 我会不会没死啊 你死了什么 你认识他 十二年了 我一直在调查这个事情 我发现 丁生活背后 的确隐藏着一个犯罪集团 他们的头 听说就叫先生 大概在半年前 我认识的一个鉴定高手 他悄悄地告诉我 他接触过洛杉 那个鉴定师叫常乐 他表面上是古安店的老板 实际上是黑市里鉴定字画的高手 我告诉你这件事 已经是冲着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了 不过这个我懂啊 兄弟啊 这可是块唐手的善语 盯着他的人很多 我劝你啊 别掺和 过几天我得到消息 常乐死了 是醉酒溺水 是醉酒溺水 这怎么可能呢 他有严重的肝病啊 滴酒不沾哪 一定是有人 也从他那儿得到了消息 然后杀人灭口 我想这事 要么是洪姐干的 要么就是齐人灭干的 要么就是齐人灭干的 可是 可是那幅画 它有可能是真的吗 你等等 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 那幅洛杉 就是个验品 是常乐看走眼了 不过 凭他这么多年 在江湖上的本事 要是说他看走了眼 这可能性不大 第二种 那幅画 确确实实 是你父亲 偷来的真迹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先生并没有得到手 而是落在别人手上了 所以 先生又重新盯上了这幅画 还 还有一种可能就 可能性太小了 算了 算了 不收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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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说 我需要知道 所有的可能性 文剑 我只是个猜测 我在想 你父亲 会不会没死啊 那洛杉 依然在他手上啊 这十二年来我一直在猜测 你父亲 会不会没死啊 我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我不相信一个父亲 会这么狠心啊 十二年来 居然不想见他的 我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我孩子 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我死我了 我女士 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我女士 当中了 我不会有什么事啊 我都不过来 还能选择 就算你 你在这儿了吗 我还会有什么事啊 在扇子里发生了 当时车辆冲破了公路围栏 掉入了江中 之后我们把这辆车打捞起来的时候 车上的挡风玻璃全都碎了 车辆整体进水 但车内并没有发现你的父亲 他的尸体之所以找不到 很有可能是因为 水流太急了 早就不知道被冲到什么地方去了 火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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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湿